歡迎光臨 邦尼選物店 邦尼選 大家有沒有發現我們這一個 開頭悄悄的換了背景音樂 就是有別於之前的這個爵士樂 然後我們現在換成一個非常indie rock的風格 沒錯這個就是我們Barnie's Talk的音樂夥伴 Missy Missy Mute幫我們做的新的軍狗 然後包括說我們在前面最開始聽到的這個音樂啊 像是說你播一播他就會說 這是一個聊生活品味的podcast節目 這邊的音樂都是Missy Missy Mute幫我們做的 然後他是一個非常有才華的音樂家 然後聽說這個勇佑之前就認識他了對不對 對我之前是幫他拍專輯的形象照 然後他最近呢也剛好就是出了新專輯 對但是也不能說最近啦 應該說專輯出了好一陣子 只是最近在拍MV 然後大家都可以去各大串流去聽聽看他的音樂 那搜尋他的話要是怎麼拼他的 搜尋他的話他的名字叫張雲珍 但是中文有點難找 但大家可以打英文叫Missy Mute Missy就是M-I-S-S-Y 就是Miss加上Y 然後靜音的Mute M-U-T-E 所以大家可以搜尋Missy Mute 在各大串流 像是Spotify啊 然後KKBOX都可以聽到他的音樂 就是相信大家會覺得蠻不錯的 所以相關的這個收聽連結我就放在底下 嗯好 好 然後因為這一週有蠻多事情想跟大家分享的 對 事情有點多 所以我們的擁有小秘密的這個單元就先暫停一週 對 下次再的 沒錯 那我們就先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剛好這一週有聽眾來信 然後這位聽眾他的匿名叫做C 然後他其實也沒有問我們什麼問題 他就是想要來鼓勵我們 他就跟我們說就是請我們繼續發掘好東西 然後並且祝福我們good luck 嗯好 感謝他的祝福 那因為我之前有說 只要你有來信的話 最近有這個加碼的bonus 就是我們會送那個 攝影啤酒的聚會的這個套票 那所以那時候就有跟這位C小姐聯絡 然後就有聊到說 欸他原來是聽了油草咖啡那一集 然後才就是決定來寫信來來鼓勵我們 那大家也歡迎去聽一下油草咖啡的這一集 就是他們的主力人 Hence還有Victor是非常有深度 然後我們也聊了很多這個咖啡產業的秘辛 還有這個台灣的咖啡為什麼風味這麼特別 然後一樣老樣子我把聽眾來信的部分留在底下 就歡迎大家多多投稿 然後最近有一個時事 叫做客家六堆300事件 不知道永佑有沒有聽說這件事情 有我有聽說 好那我簡單的跟大家講一下這個事件 那如果有就是不周到的地方 就是麻煩永佑再幫我補充 好沒問題 對 喔事情就是這樣 就是說客家六堆呢 他們要歡慶這個六堆這個地方的300週年 所以他們就辦了一系列的這個活動 包括說客委會就辦一些活動 那你知道辦活動就會 這麼大一個活動 他會需要一些主視覺啊 Logo什麼的 然後他們就是 有要請設計師來做這個Logo 那通常這個政府沒有辦法自己做嘛 他就會委託 比如說一些設計公司啊 文創公司來幫忙去做找標 或是找人嘛 然後他就找到一位 蠻有名的這個設計師 是林國慶設計師嘛 嗯 對然後他們那時候好像在溝通的時候 後來有秀出對話 就是說他們在溝通上其實是有一些 誤會或者是疏失的地方 就是這個設計師這邊以為他是要委託我 委託我做這個Logo設計 然後就報價給他 然後可是主辦方這邊呢 他其實是要做筆稿的 他就是沒有講得很清楚 導致最後他沒有使用這個設計師的Logo 然後也搞的設計師很不開心 兩個不歡而散 那可是設計師想說 誒這個Logo都做啦 那不用也是可惜 所以他想 我覺得這個其實非常的有 也不知道是有高人指點 還是說他就非常有想法 他就把這個相關的設計呢 他就做了六個Logo 然後他就把它放到這個 誒他就架了一個網站 就叫做客家六堆三百隨便買 那剛好這個六堆就是六個Logo嘛 然後三百他們慶祝三百年 然後他的他就是在有一點 也不能講酸就是有一點創意 他就說喔這個Logo就是隨便賣給大家一個賣三百 這樣反正這個東西就是比稿的 那現在那個主辦方也沒有要採用 那我就 我就隨便隨便我自己使用啦 對那這件事情後來就 呃有一點這個 就是大家有在討論這件事情 不過後來我們剛剛去看 發現這個haka300.com 他已經轉職了 他已經變成這個 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的網站 那後來我們就去看這位設計師的Facebook 後來好像這件事情是有達成和解 就是有圓滿落幕 然後客委會或相關的一些單位 也有前來致錢這樣子 對那因為剛好永祐本身是 也有在做設計 你就會想說欸你對這件事情的看法是什麼 我覺得這個事情很明顯 其實就是設計師想說 他是跟原本他就認識的人結洽 那既然是這樣的話 會有個信任度啦 所以想說欸這個應該不會有問題 他就沒有做簽約 那我覺得 也沒有收定金這種情況下 很容易可能會起一些爭議 所以我會覺得說 從這個世界我們可以學到說 以後如果就算是朋友來 那委託案子基本上 我們還是需要透過一個正式合約 是保護雙方 然後收定金也是 就是一方面是保護雙方之外 就是其他也是一個正式的專案的啟動金 不過因為 我有些朋友也是 可能那都行銷或廣告類 所以他們就是乙方嘛 所以他們就看到有人這樣痛宅甲方 其實他們也是覺得很開心 就說欸沒想到還可以這樣搞 然後就是哇 只能說他蠻有創意的 但是背後也是有一點淡淡的愛上 所以只能說大家以後不管再 做任何事情 在簽約以前都記得要先把事情 比如說定金啊 或是一些執行的細項都講好 一事兩份 對 千萬不要因為說 這個熟識就便宜行事 不然可能就會發生 這樣子的悲劇 對 然後有一個很重要的點 就是如果你是甲方是要發案的 你也是不能輕鬆說 欸給你多少錢 願意做嗎 那你只要用是 不然是文字訊息 或是信件來往 你只要這樣提到 基本上他已經有正式的法律效益了 嗯 所以就是亂開支票 如果人家告上法院 你還是要直撥那個費用 對 千萬不要以為你是甲方就占了便宜 你有可能 也今天有可能 死壞的是乙方 他還是有可能搞你的 對 我有一個朋友啊 就是 那時候他也是隨口說說 欸 就是幾十萬 可能四五十萬 就是找一個人做一個品牌啊 可能包含logo啊 名片等等 然後他有正式的文字訊息 那後來他覺得 他不想做了 然後他要取消 然後對方一告就告上法院 然後一審 過了之後就是判說 欸這個四十幾萬五十幾萬 還是要付 唉 好 那我們來聊一點這個開心的好了 好 這個太沉重了 這個太沉重了 來聊一點開心的時事 來聊一點 最近最夯的一個時事 就是你今天開房間了沒 我們要聊的是那個clubhouse 對 最近clubhouse 哇 真的是非常紅 就是如果還不知道他是什麼的朋友 簡單介紹一下 嗯 clubhouse就是現在 呃 國外最紅的一個語音社交平台 然後他就是聽後幾分 所以所有的資訊就是 都沒有流檔 那他的 他的這個 做的介面也是非常的簡潔 嗯 然後他目前是就是搞邀請制 就是呃 一個人現在有邀請兩個人的名額 然後你只有被邀請的人才可以被加入到這個圈圈裡面 哦 然後他就是會有不同的room 就是你可以開房間 對 開房間 然後你可以是邀請你的朋友來 來聊 比如說我邀請永佑 我們也開個房間 嗯 聽起來怪怪 然後聊一個主題 對 也許可能就是聊一個podcast主題 嗯 然後呢我們可以把房間設成比如說社群或是公開 那只要是呃公開的話 那其他人就可以來旁聽 哦 對 所以在這個上面就會看到很多有趣的一些大神來講一些東西 或者是有些互相大神在線上比如說交流啊 或是呃對談 然後其他就哇很多吃瓜群眾在底下聽 比如說像今天最紅的是這個Elon Musk 對 他在在分享的他的看法 然後最厲害的不是這個 是居然還有中文即時翻譯 哇 哇這個完全是聯合國大會的等級啊 太驚人了 對對 所以 那永佑你clubhouse了嗎 沒有欸 我還沒有收到這個邀請嘛 所以像 剛剛他們今天聊天的內容我都是從FB上看到的 噢 噔噔噔噔噔 那小弟我是剛好有 有剛好有收到邀請 對對對 剛好有機會可以進來 也沒有我覺得永佑是 就是那個大家不敢發邀請碼給他 因為他在臉書上很拽的說 噢那個要夠酷的人發邀請碼給我 他要進clubhouse 酷的人就 對對對 哇那就是跟美女一樣 大家都不敢追了 啊 因為我記得說邀請人會顯示在那個被邀請者的頁面上啊 對對 他是一個哇 他這個概念非常的直銷啊 就是大家都知道說噢你的上限是誰 對 因為他會選nominated by誰嘛 就是誰提名你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他也變成一個很好的審核機制吧 就大家不敢亂邀人來 對啊 因為怕影響到自己的名聲 就是啊你怎麼 你怎麼邀那個人來之類的 對對對 呃 這算是最近比較紅的一個議題啦 然後因為 我覺得可能是剛好也在這個同文層嘛 對 因為比如說我自己是在行銷領域嘛 所以其實很多這種熱點 風潮是你行銷的人本來就是關心 然後另一塊是說欸我們在做podcast 對 其實podcast有一塊是他比較注重這些新的科技 或者是新創的呃领域 不管是軟體啊硬體這些 所以這塊有人聊天 然後再來是我之前在做呃 嗯 加密貨幣的產業 所以欸這塊也很多人在聊 對對 因為加密貨幣貨幣產業就是喜歡這種新鮮的東西 嗯 所以包括說很多人都在聊這塊 所以我覺得我的臉書一天當然都是在clubhouse 在洗版 對 就說欸我有少量的邀請嘛 不然就是說欸 就誰邀請了趕快邀請我 之類的 或是今天又聊了什麼之類的 嗯 但是我覺得他主要還是幾個感覺 因為他並不是一個非常新的概念 因為 他其實說穿了就是一種不流檔的直播平台 嗯 你就把他講 他其實就是直播平台 只是他沒有那個直播的畫面 不會 不會有人一直跳那個什麼 呃 留言跳出來 對 所以他就是一個相對簡單的一個介面這樣子 那只不過說他就是有幾個地方 蠻有意思的是說 他賣的就是一種神秘感嘛 因為並不是每個 每個人都可以進來嘛 對 然後他也是在一個相對早期的情況 然後再來就是說 欸 那邀請制嘛 所以說只有被邀請的人 才可以加入到裡面來 對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 就是他的人脈 比如說欸 裡面都是一些很厲害的人 比如說我們剛剛提到Elon Musk之類的 不過我自己也在觀察他這個熱潮 因為一旦這個東西就是物以稀為貴嘛 一旦大家都可以進來了以後 他是不是就會有點 呃 變得那麼大眾以後 大家反而就不再那麼著迷 很有可能 嗯 因為我然後另外一塊我比較關心的就是說 隱私權的部分 因為他在 政策上面是說 他這個東西是 聊完之後 不留檔 就他不能record 嗯 可是你知道手機還是可以自己錄音的嘛 對啊 所以你很難確保說 你今天聊的這些私密內容 會不會有人 把你錄音錄起來 喔 這邊現實這麼太發了 也是有人會把它記錄下來 有可能 對對對 而且你聊天你可能會聊一些更 私密的東西 對 那你很難 如果你是開公開或是社群 你很難確保 聽的人是誰 其實基本上我們還是要想像說 他可能還是會被人家記錄的 對對對 他還是有機率被人家記錄的 嗯 對 然後我有看一派 一派就是很想用clubhouse 然後另一派有人 呃 的說法我覺得蠻好的 有一個網友他說 他這個clubhouse 就很像是老人的新寵物 喔 老人這邊販子 就是說像我們這一種 呵呵 已經出社會的人 就是學生以外的老人 對 那因為可能這clubhouse 還是在我們這些 呃 同文層比較 比如說你去看一些 大學生高中生 他們應該還沒有在玩這一塊 對 那他這個網友就說的蠻 蠻狠的 他就說喔 因為大學生都會玩什麼IG啊 抖音 Ttok 他需要比較高的技術門檻 或是要投入比較多心理 可是老人就是怎麼樣 老人沒有網美照 然後他也懶得在那邊設計東設計西 可是是什麼 出一張嘴老人追會了 所以大家說哇 趕快去靠嘴巴刷一波影響力 好狠喔 但是我觉得Clubhouse 其实如果认真玩也确实是蛮占心力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 适可而止就可以了 因为有时候不见得要跟随大家的风潮 就是慢活也可以活得很开心 对对对 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之前还有发现几个是 也是做邀请制的APP 但它可能就没有像这个Clubhouse这么红 比如说像之前有一个交友软体 它是做邀请制的嘛 叫做Cream 这个拥有之前 对我有加入 所以我觉得像社群平台 就是要参与度比较活跃 才有可能会在那个平台上的连续度 所以我就觉得像是这种语音社交 其实很轻松啊 你就进去当个听众 或是你稍微进去讲个话 其实很容易让人可以参与 对它的进入门杆相对低这样子 对对 只是好像也有些人会觉得说 他平常如果是对特定的人 他可以看看而看 可是如果是对一群不特定的人 他就是他反而会有点紧张 不敢说话 也有可能 对对对 所以好那Clubhouse之乱 我们就静观骑骗下去 他有点像 他有点像早期的脸书啦 对啊 好那永佑今天要跟我们分享什么时事呢 嗯我要分享的是 关于拉面 好的 对就是前阵子啊 那个我们拉面社团 有个叫做拉面爱好会 好像好像四万多人了 对不对 好像是哦 很多人 蛮厉害的一个社团 对 然后前阵子啊 就是有在投票说 2020年的拉面 是有什么地区啊 或全国的 就大家网友一起去投 来决定说 谁是心目中 最棒的拉面店 然后又做一个排名出来 好像去年也有做 对不对 对去年也有 对对 好那你要不要快速的先讲一下 是哪十家 好啊 再介绍一下 那我们从第一名开始讲好了 第一名的话是那个鬼金棒 北市中山 因为鬼金棒其实有分好几间店 所以他有特别强调是中山这间店 嗯 因为好像蛮多都会说不同的 很多分店换了口味 味道不同 就不一样 味道不同 我有去吃 然后我比较 我先顺序一口气念完 好 第二名是积极军 这是在内湖的 排队名店 排队名店 然后再来是圣王 圣王和鬼金棒第一间中山市 同一个老板 然后之前他们是开在隔壁 然后只是因为现在都更之后 就圣王暂时关了之后 再开在林森北那附近 然后再下一个是三下公园 它是在台中的西区 然后它算是梨匠系列 然后再来是那个第五名 五之神制作所 它是在那个信义区那边 它很有名的是 它会做一些限定款 在周末的时候推出 然后也是排队非常非常夸张的 身况 然后再来 第六名是那个尹家拉面 然后它特别著名是士林代表店 那现在有士林 它现在有士林的 然后有刺锋店 在双连那附近 还有一间知山店 对 那士林是人排最多的 哦 人都蛮多的 对对对 可是因为士林的店又再小一点 所以 对 因为尹家 知山店其实也不大 可能跟士林的差不多 但是可能因为位置稍微再偏远一点点吧 对 可是我觉得隔了一间 明明就隔了一站而已 对隔了一站而已 可是差 我觉得人际还是有差 有差耶 因为我的 我天下在健身房在士林 然后每次 要从捷运站到健身房 都会经过赢家的那条巷子 然后他不管几点 人都在排队 我以前常吃士林店这些 然后常常假日一排就一个小时多 对 然后最近去吃士山店 我都挑可能五点啊 或九点 然后这种时段 结果上我根本不用排 或是甚至等五分钟就好 就是刚营业 或者是快打烊的时候 对 然后再来我再介绍第七间是甘局 那甘局它也有好几间 那它特别著名的是大安 在那个信义安和那附近的 甘局的话 它是有个叫信 我们待会再详细介绍 然后再来是那个第八名 山东面铺 是在桃园 那这间我就没吃过了 但我很多朋友一直推 所以我可能想找一个时间去桃园 吃这一碗拉面 然后再来是游喜 也是我台中少数吃过的拉面 那我们也是稍微 待会再介绍 然后再来第十名是 你回来辣拉面 那你回来辣拉面 它现在好像正在装修中 对暂时停止营业 OK 对 好我们可以现在来详细介绍一下这一件 快速的 那鬼精棒的话 我会觉得说 因为它真的是 排队排得很惊人 所以我其实也不常吃 以前常吃 然后我的印象中它是 它的辣度跟麻度是分开来可以做调整 有五种程度 那我通常是以前会吃可能增量增量 就是非常重口味的 然后我后来越吃越清淡 可能变成普通普通 然后现在都吃少量少量 可是我一直有一个疑问 就是说 它那个那么浓 到底要怎么样吃得下去 我基本上我是吃拉面 我不喝汤的 顶多是 面刚上来的时候 我会喝个一口两口 然后接下来就是用面去配 然后我会推荐说 大家可以去尝尝它的沾面店 也是在隔壁 然后因为我觉得拉面 又配麻辣太重了 有时候我吃了满身大汗 对啊 所以我夏天几乎吃不下去那个拉面 所以拉面都会配冰水吧 对 可是还是很热 对 喜欢重口味跟麻辣的一定要试试 真的是还不错 然后味道层次其实是蛮丰富的 就不像有些浓厚的拉面 其实味道比较单薄 那你有特别推荐它的什么口味 我会推荐它的沾面 然后我自己会再加点 可能它的特别的叉烧 或者它的饭 或是它的豆芽菜也很棒 OK 然后再来我介绍 那个积极军的话 它真的是以前排队 也是一个小时以上 现在有比较好 现在好一点点 因为我记得它 这是排队名店 对 然后晚上是真的排太久 我都是中午去 然后它的蛋粒 就是清汤跟浓厚 我觉得都很棒 然后以前又有一个超浓厚 我不确定现在还没有 然后它这超浓厚 就真的是像在吃那个 鸡肉做的粥 那所以是比较偏咸一点的 我会觉得没有到很咸 因为我自己本身咸度 是比较能接受的重咸 我觉得味道很棒 现在鸡白汤真的是都蛮有名的 对 就是蛮红的 我自己觉得清汤 吃烟清汤也非常好 然后它的叉烧饭也很特别 就是它的美乃滋啊等等 有很多朋友他们 可能最爱的叉烧饭就这间的 它的叉烧饭特别在哪里 偏甜嘛 然后炙烧的方式非常香 然后肉块也是蛮大一块的 所以你会推荐 你就浓厚跟淡粒都可以试试看 对 我有一次 我朋友跟我好像都是 一口气一个人就点两碗拉面 好疯狂哦 对对那时候太扯了 我现在比较没有那么疯狂 对然后再来是肾王 其实肾王其实是我最最最最常吃的拉面 我可能有吃过一百多碗 就我以前可能一个礼拜就吃个两三次 你知道吗 因为圣王它是每个礼拜 几乎都会换一个菜单的时候 所以它有变化很多 然后以前它是只有开在 那个鬼金棒的周二 所以我可能那时候就是 每个周二都去拍一下 吃吃它特别的口味 然后它现在味道其实 我觉得稍微有一些变化 大家可以去试试看 然后它 我们前阵子有介绍到那个 碰形也是同一个老板 开在圣王旁边 大家也可以试试 我觉得我会更喜欢 碰形的味道 为什么 我觉得它煮干的那个鲜味 就处理的非常非常的鲜美 好像听说圣王的小菜蛮厉害的 有我也会点它小菜 或是它的炊饭 很好吃 然后最近它好像是有用和牛 在推出一些蛮特别的叉烧啊什么的 大家也可以关注 哇 听起来蛮奢华 蛮高档的 对 对 我朋友也是去几乎都会点它的一些假点 就是这样才有那个完整的感觉 然后基本上它是可能11点半 开门就要排队大海场 所以会推荐大家可能在提前个10分钟 15分钟先到那边 就不用排那么久 排第一批的 然后再来三下公园 我有去吃过一次 那我会觉得 诶是蛮浓厚的 它照片上看起来料蛮丰富的 尤其是那个 糖心蛋看起来很好吃 有 它的糖心蛋很好吃 然后它 它真的是 很好吃耶 就是它浓厚的话 鲜美啊 还有层次 我觉得都还是保存的蛮好的 它 真的是蛮咸的 所以它有配冰水 我觉得如果在台中的朋友 一定要试试看 在台中的哪里 它在西区 然后记得是 很 蛮方便的耶 就是可能 从那个台中火车站出来 搭个公车啊 或什么都可以到 嗯 然后它也有加饭跟加面服务 所以可以吃蛮饱的 那再来我介绍的是 武之神制作所 这间我其实比较陌生 因为我没有去排它的限定的那种品项 所以我就吃过它之前 可能出的虾拉面啊 跟番茄等等 我也是吃它一般的拉面 哦 可是我就觉得好像还好 好像没有到第五名这么厉害 没有到那么惊艳 所以我在想 这个会得名一定是因为它的限定款 嗯 然后限定款其实真的排队非常厉害 然后甚至是听说它跟赞如咖啡有合作 就排队人可以拿个好看在那边 哦对对对有听说 就在同一条巷子嘛 对啊 嗯 我可能改天会去试一下 所以它应该主打就是它的那个虾味 或是海鲜的 对海鲜的很猛 蛮厉害 对 然后好像它只有在周末五六日才会提供限定的 好像蛮多店都是这样搞 我觉得它会有一个 真的啊 期间限定 对 真的蛮多店是这样 期间限定会特别吸引大家再去 嗯 然后饮加拉面的话 士林代表店好像是有多一个真雕沾面吧 好像是 但我去吃了两次也是都是吃它的汤面 我最想吃就是它的鸡清汤跟那个酱油豚骨 哦 鸡清汤 它其实价格还蛮便宜的 对 而且分量蛮大的 对 然后是大概 面量可以选大中小吧 然后大的真的非常大 对 非常多 对 然后它价格大概1801900 嗯 就以拉面店来讲算 对 便宜的 便宜便宜 然后它叉烧盘很丰富 100块 肉有很多种 嗯 三种肉 好几片 对 然后我会推荐 就是大家可以试试看它的鸡清汤跟 这个豚骨酱油 缺点就是要排比较久 对对对 所以它可以挑可能五点啊 或是九点啊 好像它其实四点半就开了 对 所以时间允许的话可能也许四点多就可以去拍 对 那我很推的 是接下来的柑橘 柑橘也曾经在我心目中可能前三名 然后它特色是它会有用柑橘来搭配它的汤 那它有一个柑橘蛤蜊 那柑橘蛤蜊的那个蛤蜊我觉得很有海鲜的鲜甜入味 就配饭啊什么的都超好吃的 哦 那我自己是之前有去它的那个 嗯 加热健康入味 哦 就是它的这个柑橘的那个叫做二点 然后它好像是 它也是礼拜六吧 还是礼拜几 所以它会有一个 特定时段 对特定时段 它就会出一个拉面 叫牙虫 哦 牙虫我去吃 对对对对 所以 我觉得也是 大家如果 两间店都可以吃吃看 对 牙虫比较不用拍得那么久 对 现在不确定啦 只是说 它其实有一定的名气在 对 然后它比较特别 它是你只要现场去后卫 登记一下 你其实终于可以离开 嗯 对 所以它是比较轻松排队 比较轻松的 对 但是也等比较久 有些店就是你一定要忍在那里 对 然后它还可以带牌 就你一个人去直接填四个人 都没问题 哦 那不是蛮多 蛮多 所以它要排特别久的原因在这里 爱好者很讨厌这种 解压缩的感觉 对对对 很多人会说 排队就是一定要忍在现场 我是觉得没有那么严格啦 嗯 每家店有不同规则是OK的 嗯 然后再来山东面铺我没有吃过耶 所以好难 好难跟大家介绍 对 就等下次永悠吃完再跟我们分享 对啊 我是有听说它的甜点布丁超好吃的 我不要吃 对 很期待 那再来介绍的是游喜拉面 也是台中的拉面 我也是好久之前去吃过 嗯 对啊 大概应该是19年年底的时候我有去 哦 那也好一阵子了 好一阵子了 也是靠近那个台中火车站 然后店也是蛮小的 排队要很久 嗯 那我的印象是很好吃 可是因为有点久 所以不太特别介绍它 有机会可以去试试看 再来那个你回来拉拉面 也是排队名店 对 我觉得它排蛮久的 以前它曾经可以用电话语耶 很久很久以前 然后现在就只能现场后卫了 因为它以前我公司在那附近 嗯 然后我之前跟同事中文的时候去吃过一次 对 大概就 我们其实也是 哦 呃 就是有人先去排这样子 嗯 对 然后我们大概也等了半个小时 但是它除了拉面以外 我觉得它的那个炒饭 羊肉炒饭 蛮好吃的 哦 对 它的煎饺啊 炒面好像也都蛮多人喜欢的 它的中华料理做的也蛮好吃的 对 然后特色是那个浓厚的 跟浓蒜 对对对对 对 然后 其实附近还有一家 我觉得也还不错 是那个面屋一支屑 它的分量也蛮大 哦 嗯 还是去年有在榜单 但今年好像就掉出来了 哦 对啊 这面屋一支屑我觉得是蛮好吃的 嗯 而且分量也蛮大的 嗯 对 他们他们去年 我记得他们去年有做一个很好笑的几点活动 就是好像包满多少钱可以几点 真的啊 然后他们是 呃 他们店主要养一只宠物猪这样 然后好像五十点还五百点 我忘记了 哇 的那个奖品是那一只猪 可是很难吧 好像是吃一碗一点吧 哦 那应该是五百点 你说你回来了啊 这间吗 不是 面屋一支屑 一支屑 然后好像是 期间好像是一个月还两个月 然后就是 好像吃满五百点就送你那只猪 然后底下 底下网友就很坏 他就说 哦 大家可以帮我冷冻机过来吗 或者是说 哎 那个内脏帮我切一切 哇 笑死 对 就是大家很坏 这样 好 那这个2020的这个全台拉面金赏 就介绍到这边 就是希望他 再推荐一下 嗯 就是那个面屋一支屑 我也有很推荐一个点法是 如果很喜欢重口味的 你可以点它的浓厚煮干 然后跟老板说 我要那个最浓的最咸的 他会给你一碗 就是像水泥一样 你汤匙插进去都可以固定住 那那那那它的好吃的点到底在哪里 超好吃的 就是它 就是满满的那个海鲜啊 鱼干的那种感觉 所以就是 配饭啊 就哇 超级 超级像是 像是被推到大海里 比较像蘸酱是不是 对对对 完全是 你说 那个品相叫什么 浓厚煮干的 浓厚煮干 对 然后跟店员说 我要最浓的 最咸的 最重的 如果他敢给你的话 但我其实一直很好奇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们印象中 日本人的饮食是偏清淡的 可是为什么到拉面 就是会变得口味这么浓厚 也是看地区 其实我听我日本朋友 他们是说 可能只有东京的味道 是最浓厚的 也许是因为东京的生活压力大 了解 饮食其实都比各地都更在重贤一点 好的 那如果大家有喜欢上述哪一家店 就欢迎跟我们留言分享 然后也期待 也有之后 跟我们介绍更多的 这个拉面好店 对 我很期待 去那个山东面铺 好的 但最近桃园就 好像有点危险 这感觉 对 再等等 再等等 好 好 那我来分享一下这个 不是要聊饮食 我们现在来分享一个艺术展览 换我艺术一下 其实这个展呢 去年的12月25号就展了 它是那个声音的建筑展 然后它是在华山的远区的东二的AB馆 然后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声音跟展览混合的一个建筑 然后它本身的这个空间呢 有几个看点 一个就是说 它进来的时候有25公尺的巨型投影 然后它的那个 投影的画面就是参展者嘛 所以你可能会随着音乐或者是随着那个展墙 然后你的身形会跟着去扭曲 然后去做变化 所以它其实想打造的一种感觉就是让你的听觉和你的视觉可以有更完美的交合 从日本找了九位艺术家 然后他们有分别自己的想要介绍或者是想要利用的音乐媒介 然后透过这些艺术家的影像创作 然后让这个情感的波动的感觉变得更集市化的感觉 所以大家可以 还没有去看的朋友 大家可以到他们的网站 或者是你YouTube可以打一个叫做 Audio Architecture 就是这个 他们的这个音乐的主理人 就是小三田龟吴呢 他就是有用音乐 然后配合整个环境去做出一些投影的变化 很像是在看AR的感觉 对 所以我觉得感觉是一个蛮前卫实验性的一个场域 所以大家如果到它展期到四月初 所以大家如果年节或者三四月不知道去哪里玩的话 可以去看看声音的建筑展 对然后它的票价是全票350 学生票320 感觉是蛮有趣的 因为我有稍微去Google了一下 这个创作者小三的一些作品 然后基本上我觉得它都是蛮 蛮互动感的 因为你光听那个音乐 你就会觉得说 它是跟听一般的音乐感觉很不一样 它是有一些更强的段落感 我有看好多朋友去拍照 有女生朋友 因为它也是蛮好拍 它就是很像一个光影展 但是在配上音乐 对 所以大家如果不管是想要去听音乐 或是想要拍一些网美照的 可以去看一看 值得一去 好那接下来我们聊的时事是 就我在那个看到的新闻就是马斯克他把那个他的推特简介给他比特币 比特币 然后当天好像就立刻上涨了大概将近20%吧 他好像说什么比特币是一场盛宴他来玩之类的 对啊 我记得在那个今天 这那个Curve House上他就有提到这件事情 就说他好像在那个 一二年前 那个时候就有人跟他提到比特币 然后他没有特别关注 然后他稍微可能开玩笑说他很后悔 那个时候没有买之类的 我觉得也不是开玩笑 我应该某种程度上心里还是会有一点后悔吧 哦有可能 对对对 不然他可以提早变得守护 真的 真的不会啦 我也没有上车特斯拉 心里也在后悔啊 哎呀是啊 然后蛮有趣的 他前面还有推一个叫狗狗臂 对然后讲了两次 然后就陆续都涨了好多 上次提早好像就烦了 可能将近八倍啊之类的 蛮有趣的 然后我又联想到最近有一个叫GameStop 这是做游戏的那个吗 对 然后那时候他是可能要抵制 可能关于麦空啊或什么的 我觉得他也可以关注后续的情况 也许会有一些变化 嗯 蛮妙 可是你知道狗狗臂 他原本只是一个 呃 迷鹰吗 就是他只是用来搞笑的一个 对啊 然后后来变成 就是他原本是用来打赏的 就是网友之间 对 有点像 不知道这样比喻好不好 有点像PTT那种 PB这样子 就是大家弄来打赏 然后是 就是 其实开始就是民好笑好玩这样子 对 对 狗狗臂就是 他其实一直都有 有掌势啊 就是前一阵的掌势 好像听说 甚至连狗狗臂的创办人 一开始都没有看好 哦对啊 因为他就是来 来乱的啊 对 对 然后现在市值好像前阵子冲到第八名 对啊 不晓得会不会继续往上 蛮夸张的 蛮惊人的 对 前一阵子涨了八倍吧 对啊 我只能说乡名真的是很厉害 对 想不到 嗯 然后 可是我 我最近有看到那个 GameStop的一个新闻 就是说 他不是 涨得很夸张吗 对 然后 但是因为 之前被投资机有看空吗 所以 呃 他其实他的劳动条件不是太好 就是 虽然说这些股票涨得很夸张 可是 这些员工就都没有很开心 因为 他们的 呃 就是 因为疫情嘛 所以关了很多实体店面 然后另一方面是说 他们的 时薪 也 配也不是很好 好像 好像听说 是比如说沃尔玛的员工 可能一小时是 13块 嗯 美金 然后 GameStop的店长 一小时是15块美金 哇 对 所以就 这样惨 然后他们可能一个人 要做很多的事情 嗯 对 所以 员工有点不是很开心 然后GameStop 内部也有说 诶 大家不要谈股价这件事情 或者说大家要注意一些 内线交易的一些事情 就不要处罚 这样 所以就是 呃 这个 希望GameStop 如果有刚好拿到这些资金 可以 趁机做一波转型 不然其实 对啊 其实这个实体的 游戏门市 其实 以长期来看的话 可能不是这么的 乐观 现在疫情又这么 对 对 他可能势必要有做一些 转型 不然可能 很有可能是 昙花一现 对 我们怎么突然变成 财经频道 哇 很厉害 我们 刚聊了科技新知 又聊了财经频道 所以 欢迎我们不要再说 我们只是 聊吃喝玩乐 我们实事是很 全面化的 OK 那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 选物店内容 呃 就是欢迎来 新来讯跟我们说 然后之前有听众 跟我们反映说 他希望我们的内容 可以聊得再更 专业或者是 更扎实一点 所以我们这一次有 更注意我们 讲的一些内容 希望就是 嗯 大家不会觉得说 对 希望大家还喜欢 大家喜欢啦 然后 希望我们有维持 有趣跟专业的一个平衡 嗯 好 那我是Bonnie 我是永佑 Bonnie选物店 下周见